我怎么娶了个傻子啊 姐姐呀 你今天就要做新娘子了 开不开心呀 傻子 来 拿着 妈 还是你想得周到 听说李家那个少爷 不仅是个花高公子 而且还脾气不怪 幸好让我那个傻姐姐替我嫁过去了 我养了她二十多年 也该是她报答我们张家的时候了 这次呀 我倒是要看看 一个脾气不怪的花高公子 他是怎么受得了 我这个牙房口臭的傻姐姐 你这股坏贼啊 真是随了我 气死我了 李秘书 我让你查的张家大女 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的 我知道了 竟然在调查我 行了 少爷 你不用调查了 我不是个傻子 都是因为我继母的原因 我已经装傻十几年了 行了 我已经知道了 不过你的牙房口臭可不行 这是我们李家的牙膏 来 你试试 我还两只啊 这个怎么用啊 早上用蓝色的清清口气 晚上用粉色的亮白牙齿 像你这种情况可以一起用 好 我试试 好 我试试 对了 少爷 就是我装傻子的事 希望你能替我保密 保密 那倒要看看 嗯哼